哈喽我们来看第24章 24章其实也是我们最后一章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实有机化学在考试当中出现的比例非常的小 所以出于时间方面的考量 因为还要去做其他系列 我这里就不把24章从头录到尾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能会回来再补习笔 把那几个不考的节也给它录了 其实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只不过实在是要做的事情太多 那我就只把我觉得重要的和一些 总阔性的东西跟各位说一下 有机化学的问题 来看第一部分 总体来说 总体来说有机化学是些什么 这里我们从上个例子来看 第一个是我们的甲 这个东西你应该很熟 甲烷的话有碳有氢 对吧 有碳有氢 接下来是一个甲醛 对于甲醛来说 对于甲醛来说 有碳有氢有氧 然后再来个这个 再来个这个 那对于它来说呢 这是一个 以晶啊 叫做以晶的东西 写出来这个样子的 然后小青这个东西 它读的其实是个晶字 不过很多人其实都把它读成情啊 之类的啊 以晶的东西 那它有什么呢 一个 两个碳 加上氢 还有一个氮 所以如果我们总获一下 它这里三个例子给出的元素的话 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碳 一定有碳 然后呢 还有氢 还有氢 有些是有氧的 有些是有氮的 所以我这里总结了一下 就是哎 它们分别有些什么 下来就是 一定有什么 然后 有时会有这些东西 或者是有些 零或者流质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初中 时候学过的 有机化学 有机化合物的一个定义 那初中级别的 有机化合物定义 说的是含碳的 一大类的化合物 那常见的这些元素 有哪些 常见的元素 有哪些 但是也可能会 没有那个氢 比如说当我们 这个氢都被 氯给换掉之后 那就会变成 一个四氯化碳 它也算是有机物 那也算有机物 只不过它们有氢 所以氢也不是百分之百 非要有的 好 这是关于 它的一个 化学构成的问题 另外一点 就是这地方 给出了三个例子 那正好也是 可以来回顾一下 它们三者的形状 以及它们的hybridation 它们的杂化情况 杂化类型 或者你说 第一个是109度 它四个domain 四个domain的话 你分别相互排斥 那就是个sp3 sp3杂化 而这地方是三个domain 三个domain 然后大概是120度 那这种情况下 就是sp2 而这地方它是个linear 当然我们说的是 上面这里 这个碳为中心的话 一边是三件 一边是单件 这个时候是个linear 而对于下面这个来说 其实跟这边是一样的 下面这里 仍然是一个ketrahedral的情况 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学学看 这个东西 乙精它的名字叫 Acid Nitrile Nitrile是什么 Nitrile就是上面的碳 这个碳氮这一块 也就是这一部分 叫做Nitrile 然后 它被称为乙精 是因为它有两个 对吧 还有两个 同时你会发现它有一个acid 我们说过来 这东西其实是醋的意思 来自于醋的那个词 那 就是一个好像醋酸眼睛 那就是一个两个碳的事 包括我们说了在APA 我们学的是acetic 是吧 acetic acid 所谓醋酸 也就是两个碳的事 这是关于它的一个形状问题 以及一些其他的命名方面的问题 好 接着往后看 下面一话题 我们来谈一谈它的稳定性 稳定性其实从一定的角度上来说 就是它容易被反应掉 容不容易被反应掉 而另外一点就是 它的一些观众团 以及它在水溶液 或者是在有机溶剂当中的溶解性的问题 比如我们以这个为例 以乙醇为例 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那对于碳来说 哪些剑是比较容易被断掉的 比如说碳青剑容易被断掉 不容易 为什么 为什么 一方面是碳青剑比较强 碳两者的这个半径都不算大 那么碳青剑它相对人比较左 那么公家剑要知道 越短的剑是吧 往往是越短的剑它就越强 所以碳青剑 一方面是它的剑比较短 所以它就会比较强 而另外一方面更关键的一点 其实是来自于它们之间的 垫覆性的差异不大 肯定有一些差异啊 碳还是比青药垫覆性更强一些 但是总体来说两者比较接近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非极性的剑 如果它是非极性的剑 就不容易被其它的带极性的东西所动 所攻击所进攻 所以要把它换掉 或者说要把它反应掉也是比较难的 其实这个比剑的强 有一定程度上来说还要更重要一些 就是你去看它的剑的极性问题 那么这个分子里面有没有哪一块极性比较大的呢 有就是氧氢这一块 氧是明显比氢的 甚至比碳的这个 垫覆性的要高的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复制一本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那么这里是一个带负电的 然后这里是带正电的 同时这一块是吧 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那么我说了这个东西 它的叫做 垫覆性碳氢的差异并不是很大 所以这边也是一个带有任务电的东西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可能有些东西就可以象征 这个氧去进攻 或者是呢 有些东西可能可以把这里这个氢给它换掉 毕竟碳氢 这边的氧氢剑 氧氢剑这个的 剑的极性会比较大一些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的那个那反应的时候 那并没有把这个氢给换下了 而是把这个氢给换下了 同时呢 我们也会说 如果你是拿比较浓的盐酸 或者就是拿氯化氢的东西 的话可以把整个这个氧氢给换下来 也就是这个剑会断掉 那哪个地方会断剑 哪里会反应 我们这里有一个反应中心的问题 但这个东西在书本上其实并没有出现过 这里略微提一提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去说 这个地方的话 哪几个剑是相对人员比较容易断裂的 比如这地方的氧氢剑比较容易断裂 而氧碳剑也比较容易断裂 于是我们说它有两个反应中心 并不是说其他的氢就完全反应不动 如果我们继续往后学你会知道 其他氢在一定的条件下 还是可以被换掉的 好 第二个是关于水溶性的问题 你可能也学过说 这个东西能跟水以任意比滚溶 说到溶解性 很大程度上就是 它跟水的作用力的大小 跟水的作用力的大小 那对于它来说 你应该知道它能跟水形成氢鉴 稍微简化一下 看氢二 然后氧 氧上面有两对固定电子 然后再加上一个氢 因此它可以跟水形成氢鉴 比如说这样 画氢鉴应该是你熟悉的事情 那除了这个以外 你也可以说这个氢还可以跟一个氧 水上的氧也有lone pair 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形成氢鉴 所以它能够跟水形成氢鉴 是有利于它跟水的混融的 它跟水的混融 那从另外一角度上来说 就是氧氢这个 或者说一个抢鸡这个东西 氧氢这个抢鸡的话 它是一个清水的集团 所谓的hydrophilic philic是喜欢 是爱 爱 然后后面的那个 前面的那个hydro是水 就是爱水 这是一个清水的集团 而另外一方面 这个东西它跟水其实 就不是特别能混在一块 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急性的 而水是一个急性的容器 所以它跟水的作用力就比较小 它就不太想往水里走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凳水机或者验水机 hydrophobic hydrophobic 凳水机或者是验水机 那它既有一块是不喜欢水的 有一块是喜欢水的 那就能告诉我们 假如说你的 凳水的这一块 就是这个碳氢的这一块 如果特别长 如果特别长 那么这一块就占主导 那么它的水溶液 溶液里面的这个溶解性就会下降 就会下降 但是反过来 如果这一段比较短的话呢 那么在水溶液中间 就相对而言 中解度就很高了 比如我们再来看一个吧 glucose glucose glucose的话呢 你能看得出来吗 有多少个清水的集团呢 凡是两清的地方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还有五个清水的集团 有五个清水集团 有五个抢机 好 那么相对而言 你应该知道 它是一溶一水 它是可以溶在水里面的 而反过去 如果这些东西都被什么呢 都被碳氢三给换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里面就没有什么 清水的集团了 全都是些凑水的 那自然的就不太容易水 我们再来看一个 看会儿就算这个 对他来说 对他来说 你能数出多少个集团 我这里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所以这里是四个 四个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看一下 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我们熟悉的集团 除了有氧氢以外 我把它也复制一份 除了有氧氢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这里的一个双键 对吧 还有这里一个双键 这个双键呢 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 吸听的性质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东西 也就是碳 双键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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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是个纸 这是个纸 一个纸 不过这个东西呢 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内纸 因为它并没有跟另外一个分子 形成纸 而是它自己内部 变成一个环 就比如说 我们把它叫做inner ester 有的内纸 怪念 那相对而言 我们也可以从 它有比较多的 清水集团 比如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还不算 这个不算 那 相对而言的话 它也应该是能溶于水的 能溶于水的 再来看这个 我们的硬质酸根离子 硬质酸根离子 这东西很有用 很有用 为什么很有用呢 我们再来画一个东西啊 就是讲这个德行 这个德行 这是什么 如果我们从系统移民法上来说 叫丙三纯 丙三纯 那 如果是从它的俗门上来说 因为理念程度上来说 AP的话 更喜欢用它的俗门 俗门的话 叫glycerol glycerol 前面的glycerol 其实就跟那个glucose 是同一个出处 glucose这个来自于希腊语的甜 那这前面也就是甜 写成一个单 然后后面这个东西 油 甘油 然后呢 你把这个东西换成 我们这里的 硬质酸根离子 或者说 严格来说 不是硬质酸根离子 你把它换上去 当然换上去之后呢 这地方 两个样 是吧 换成这个样子 然后碳多少来着 看这边 这本长 1735 对吧 碳17 对 氢35 这里一样换 碳17 氢35 这里一样换 碳17 氢35 那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甘油脂 甘油脂 而且是个硬质酸 甘油脂 硬质酸 酸 硬质酸 甘油脂 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硬质酸甘油脂 这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油 这就是我们的Oil Oil 所以 什么是我们的Oil 或者是Fat 脂肪呢 其实就是 所谓的高级 高级指的是 这个碳粘很长 高级的 这种脂肪酸的 甘油脂 这可以作为一种常识 作为一种常识 既然是高级的 那个 碳粘特别长 那么 我说这一块 是不喜欢水的 那么它就很难融于水 很难融于水 这是为什么 我们的油 你看 是不是一般是 漂在水面上 没有跟水 水进行混融 我们需要加入一些 这个洗涤剂 这种表面活性剂 才能够使得它 更容易被清洁 更容易被清洁 然后你应该知道的是 我们的一个分子 我们可以去看 它有多少的清水机 和多少的赠水机 好 再来 它说 哪个Bound 是最容易发生化学反应的 最容易发生化学反应 那就碳氮 碳氮的这个双键 一方面是双键呢 它相对而言 电子云密度比较大 电子云密度大的话 这一块是比较带负电 电子云密度大 带负电就比较容易 被一些带正点东西 所进攻 另外一点 也就是 这是个极性的键 碳 弹是个极性的键 极性键的话 弹的带有一个单位的这个布电 而碳带有对方的正点 它是极性的 也比较容易被一些东西所进攻 而碳碳是一个单键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是非极性 碳氮也几乎是非极性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个是更容易反应一些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 钉这一个 首先是关于钉的定义 是吧 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得出来 hydro是氢 但是你刚才说是水啊 不过hydro这里指的是那个hydrogen 指的是氢 那么 碳 所以仅由什么 那样仅由碳和氢两种元素 组成的这种化合物 我们叫做钉 其实钉这个本身 这个字本身 就是从这两个东西来的 就从这两个东西来的 那么碳是什么 是吧 我们抓一个生母出来 抓个这个出来 然后后面这一个呢 来自于氢 是吧 我们再抓一个韵母出来 是吧 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个呢 在中国古代就有说法 叫做切韵 切韵 拿这个东西的这个 拼这个东西的这个 所以拼就是这么来的 好 再来 有哪些听是吧 书本上举了四个大 四个大类 一个是玩 一个是吸 一个是缺 还有一个呢 是方向 方向 在 游戏的时候 你学过头两个 其实 学个头两个 比如说我们说这里面 玩听的话 它全不是单件 全是单件的 我们把它叫做 saturated 饱和 saturated 叫饱和听 而如果你是有双件 三件之类的 叫做不饱和 叫unsaturated 比如我们的吸听 有双件 缺听有三件 缺听有三件 包括我们的 这种方向听 以最简单的本为例的话 它也是有一个 比较奇怪的双件的 比较奇怪的双件 或者是比较奇怪的派件 在这种情况下 都可以被称为不饱和 不饱和 好吧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吧 他们这个地方的箭脚 以及它的一个 杂号问题 是吧 这个地方 碳的话 109.5 那就是sp3 对吧 形状叫做tetrahedral 然后这里面 122 非常接近120 为什么略微比较大一点 是因为这是双件 毕竟 这里是两个单件 双件对两个单件 有一定的排斥力 所以指着这两个件 往中间收 使得这个件角 会稍微大一点 但是它仍然是 我们的sp2杂化 sp2杂化 形成一个 所谓trigonal planar trigonal planar 一面三角的情况 而这个是个linear sp 那这个你看得出来吗 碳 一个件 两个件 三个件 好像也是三个 是吧 这个件角 其实也更接近于谁 更接近于这个120 这个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 这个 sp 这个sp2的一个杂化 sp2的杂化 不过它最特殊的 就是中间 这还有一个圈 中间还有一个圈 这个圈是什么 是一个礼遇的派件 礼遇的派件 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有时间再去慢慢说它 礼遇派件 好 再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件的件长 比如这地方是1.54i 你还记得i吗 我们在几乎第一单元吧 学的一个新的单位 是吧 对于衡量特别小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用纳米 比纳米还要小 是0.1个纳米 也就是10的 负10次方 纳米是10的 负9次方 好的 那么作为单件来说 单件来说 件就更长一些 双件双件变短 双件变短 三件更短 三件更短 我们说了 对于共加件来说 变长可以反映出 它的变强 所以越短的件往往就是越强 越强 当然我们是把这三个 三个件是绑在一块来看 这三个件肯定比两个件强 两个件肯定比一个件强 所以里面每一个件的强弱 这个事情呢 就要另外来说了 因为它里面有拍件 拍件其实比 Sigma件要弱一些 还有点就是这个地方的 件长是1.39 你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 是一个双件还是一个单件 还是一个三件 你看到它会比这个双件要长一些 但是又比呢 单件又明显短一些 明显短一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应该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情况 介于两者之间 有点像个1.5件 有点像个1.5件 好 算我下动 关于通识问题 其实这个我觉得不需要 过多的说 你只要学过IG 你就应该知道 IG你至少应该知道 两个甚至是三个通识 顽听通识 比如说两个顽听之间相差的是多少 然后呢 写出通识来是碳n氢2n加2 碳n氢2n加2 Balling point 随着它的键的越来越 这个链的越来越长 那么它Balling point是越来越高 那对于它来说 它是没有急性的 所以它只有什么呢 只有London force 只有色散力 只有伦敦力 那对于它来说 就London force的话 受什么影响 你说它受M1 可以 可以 质量越大 或者呢 也可以说它受到 number of electrons 受到这个电子的一个 多少的一个影响 要往下走电子数量越高 London force就倾向于越高 好 好 再往下走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 这个 同分易购 同分易购 一共是三种同分易购 不过越来说的 中间的一个 几何同分易购呢 书本上其实并没有出现 我也是从 A-level那边借来的一个词 第一个是结构易购 结构易购 比如说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都是1234 都是所谓built in 钉纯的 这个钉丸的一个情况 钉丸的话 有两种钉丸 是吧 就有两种钉丸 一种是所谓的 正钉丸 我们写了个N N表示一个normal N表示一个normal 它下面写着一个normal 那正钉丸的话 一条直电到底 另外一种就是易钉丸 然后呢 这里稍微纠正一个 以前犯下的一小错误 不过是个很有趣味的错误 它写的是这个样子 它说 这个玩意儿 然后 这个东西 它叫什么 它叫ISO ISO 然后再加上了这边的building 那ISO是什么 是吧 中文本来叫做 一 钉 丸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叫做built built 这个是钉 是四 然后ane呢 是对应这里的丸 那我以前就是说 ISO就对应这里的e 其实不对的 ISO不是e 相反 ISO是不e 是不e 是一样 是相同 这来自于 in-line的same 或者是equo 那怎么叉叉那么圆 那什么东西 是equo 你在这儿拉条线下来 我换一个颜色 你在这儿换一条线下来 你会发现 是不是这一端 equo这一端 equo这一端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平均的 一个底子 左右两端是一样的 是能这样来的 好 那么 这是大家的小名 那我说这个A-level 相对而言比较喜欢 这个系统命名的话 但AP喜欢这种传统的 这个名字 所以要 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要知道是啥意思 是啥意思 然后两条的一个比较 对吧 这东西要更低一些 从容费点上来说 就在于 它们虽然 虽然都是碳死轻蚀 我们如果从质量上 从电子的各式上来说 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东西多了一个支链 多了支链之后 就像是我们在 战队列的时候 有一个人 是吧 有一个人 他就是 不处置的站在一块 他就拿了几个枝条 或者是他手里面 合物足蹈 那这个人多了一些支链之后 他就不太容易 跟别人站起 你可以这么认为 或者说你多了支链之后 彼此之间就 不太容易靠近 就不太容易靠近 当这个东西 长这个德性的时候 跟他长这个德性的时候 肯定两个中间 这两个之间 靠近要容易一些 但是如果两个都是长这样的 跟别人这些支链 靠近就比较难 就比较难 对 这就是为什么 它螺会点 反而会降低的原因 那其他人 我就不去一系说了 比如说这地方 有个isopropin isopropin 一个这个 叫什么来着 易的 误丸 易误丸 你能看出这些东西 也是有对称的 看着不太对称 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你能把它调整成为 一个非常对称的情况 怎么样 而另外一件就是 这次有一个支链的 这个是有两个支链的 现在支链越多 越难 越难 彼此间相互紧密的靠在一块 所以它 重力就会降低 这是属于结构上的移构 至于另外两种移构 我们要结合具体的这个相云的化合物来看 下面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命名的方式 这东西也不去细讲 也不去细讲 其实中文也在拼得命的训练学生命名的方式 整个东西西极古怪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AP方面的话 或者说整体来说 我不会考你特别西极古怪的一些命名 都是一些非常容易命名的方式 两条新的时候 我们这个链是可以折叠的 要不是折叠的 你不要说 我这一看就是三个或者这边就是四个 不是这样的 最长的链是这样折过来 第一个就是找最长链 找长链 然后编续号 编续号 编续号走边 总体来说要简化 简化怎么样呢 你要把支链放在距离 一个链端最近的地方 别说你如果这样链下来 就是123 它在第二个位置 但如果你倒着去 你倒着去的话 12345 它就在第五个地方 那么2比5呢 就要小一些 所以我们追求的是最小的那个 最简化的那个 因此我们会说是2甲鸡 2甲鸡 然后12345 误完 好 另外就是书本上给了你一个例子 不是这是不是误完 这是一个挤完 那书本上给了你一个例子 你每给你一个意思 给你一个例子 你都可以拿出来分析分析 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多分析几个你自己就会了 说明了 这里给出了一些所谓的 丸基 所谓的丸基 alco 对于alco来说 你可以认为它这个什么 它这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丸去掉了一个青 比如说 我写一个 比如说我写一个甲丸 甲丸去掉一个青 就变成了甲鸡 小心我们需要保留一个横线 来表示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位配对的垫子 不是固对垫子 不是成对的 是位去配对的 位配对的 因为它发生了这么一个变化 失去一个青 这个青带走了一个垫子 所以这个地方断开 断开之后 我们知道作为这地方是个单件 它应该是一个共用的电子对 也就是找这个德性 这个德性 然后这个东西跑了 这边跑了 跑了之后剩下一个什么 还差一个 还差一个位配对的固垫子 不能叫电子对 它不是对 它是一个固垫子 那么为了简化我们的书写 我就会用一个这个来表示 这个来表示 好 其他就不一一七说了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有多个 这个支链的情况会怎么样 还是的话 第一步仍然是找最长的链 小心啊 它是可以弯折的 所以最长的链找这个样子 一共是七个 那七个我们来编续一号 第一个支链出现在哪个位置 第一个支链出现在位置 如果你从上往下边 第一个支链出现在第三个上 一二三 而如果你是想往上面呢 第一个支链出现在第二个 第一个支链出现在第二个 所以我们优先采取的是 支链要离链端越近越好的那个 因此 编续号应该是 这个是第二三四五 然后呢要合并 相同的取代机要进行合并 或者说相同的这个支链要进行合并 比如说这里一个甲鸡 这里一个甲鸡 这甲鸡三个甲鸡啊 平均合并 就二四五 tri 三 tri mesl 甲鸡 甲鸡 然后呢还有一个esl在这儿 还有一个乙鸡在这儿 就是三乙鸡 那有人说那为什么我们 不是把三乙鸡放后的 而是把这三个东西放后面 来自于我们的e在m的前面 有人说你说什么呢 这是一个所谓字母表顺序 esl是以e开头的 mesl是以m开头的 所以mesl在后 e在前 这点跟中文不太一样 中文不太一样 中文是反过的 中文是反过的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 如果要来进行系统命名的话 该怎么叫 该怎么叫 从这儿往这儿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最长链是多少 是吧 要小心 最长链不是四个 不是四个 可以拐弯对吧 所以最长链是这样过来 因此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其实是七个链 七个链 七个链的话 就是heaven 什么东西 七个 好另外的 我们来编续号是吧 那有两个支链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假如我们这样来编 那么就是一二三 在第三个位置上出现第一个支链 如果倒着去 一二三四 在第四个上面出现一个支链 那么相对而言 我比较喜欢的是支链 离链端越来越近越好 所以我们会在 边编好的时候 从上面这里就变下去 三四五六七 然后相同的测链要进行合并 因此在三和四两个地方 出现了两个 dye dye什么 dye meso dye meso 然后 七个 have think have think 好 接着往后走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把名字给你 然后呢 你把这个结构写出来 其实也不是个难事 只要你会命名 一般来说 比名字你就会写出来 其实比命名有时候还要简单一些 比如我们也可以倒着来 是吧 先确定它的一个主链 那么就看到最后 painting painting是五个 一 二 三 四 五 至于用青来保核可以是下一个的事 我们先把所谓的骨架先写出来 碳骨架先写出来 然后在第三个位置上有一个esho 一二三 一三 esho 这里有一个esho esho是两个 然后在第二个位置上还有一个mesho mesho 你这样编过去也可以 把mesho放这儿 也可以 然后再拿青去保核它 时间关系的话就不一一去给你演示了 我给你开个头 你知道这个地方有几个青 这里有几个青吗 交给你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所谓的称环 称环 比如这地方是个六圆环 一个环几环 环几环 五圆环 环五圆 然后三圆环 这也是最小的环 但其实这个环并不是非常的稳定 并不是非常稳定 就在于它这地方建脚的话改变太大了 改变太大了 它有点故意把它拉过去 那么两者有点不亲不愿 所以使得这个环很不稳定 那 称环之后会怎么样 我们来写写看它的 这个化学是怎么样 比如说这就非常明显 每一个都是碳氢2 所以有六个碳氢2 就是碳6 氢12 你发现跟我们的一般的顽听相比的话呢 是碳6 氢14相比 它减少了两个氢 减少两个氢 就在于它一头一尾要称环 一头一尾称环的时候 必须要失去两个氢 然后再将这两个碳连在一块 所以形成一个环 就会丢两个氢 就会丢两个氢 然后这也是 形成一个环就丢两个氢 牛星已经可以去找一找 怎么这个 怎么写 它已经完全把这些碳氢 都给你写出来了 这也是一样 成环就会丢一个氢 他说的 那如果是一般的这种环丸 环丸氢呢 一般情况下 那就是减两个呗 刚才是碳N氢2N加2 那就变成了碳N 氢2N 有时候会觉得 这个人一点点熟 是的 它跟西听的这个是一样 接下来是关于它的反应 总体来说 麻烦你是学中文的那个版本 也是 第一句话也是 它非常的稳定 它不太容易发生化学反应 它不太容易发生化学反应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上来说 刚才其实有谈到过 就是它里面什么键 碳碳键和碳氢键 那么没有什么急性 对吧 没有什么急性 就不太容易被其他东西所攻击 那能发生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是把它拿来的燃烧 因为它的一个燃烧值非常高 一摩尔的燃烧 它能够放出这么多摩尔 它是一个很好的燃料 这还只是两个碳的情况下 如果碳越来越多的话 这个地方放出的能量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所以你怎么去配评 怎么去配评 稍微啰嗦一下 关于燃烧 或者有机物燃烧的一个配评问题 碳二氢六 对于完全燃烧来说 碳都烧成了氧化碳 然后氢都烧成了水 那在配评的时候 把握住一些原则 比如说这个地方 谁是最重要的元素 谁是最重要的元素 我们说从理图中的定义上来说 也知道碳是最重要的元素 碳是最重要的元素 那么先退碳 碳就有两个 氢是其次重要的 所以氢的话这里有三 这里有三 然后如果我们允许你用分数的话 这里是七个 这里有七 这里有七的话 那就是三又二分之一 还可以这么写 是的可以这么写 二分之七也行 用假分数或者用带分数都可以 都可以 或者呢你把它全部都乘以一个 乘以一个二 也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锡定 谈谈锡定 这个在Ig方面其实你也学过 只不过这回多了一个所谓 同分异构的现象 因为它也出现了我们第二种同分异构的形式 所谓的SysTrans 最大的特征 它有一个双键 这里指的是当然是指单锡定的情况下 不是二锡定 这里也不去做什么二锡定之类的问题 单锡定的情况下 那么存在一个双键 存在一个双键 这地方也展示了它如何去命名 比如说 这地方叫做甲基 叫做这个甲基屏锡 甲基屏锡 那你能看得出来吗 这是我们的支链 这是我们的支链 然后一二三 我们选择的还是似乎是最长链 但是最长链的话呢 需要什么 需要把这个双键囊括在其中 所以最长链不可能是 是从这儿弯到这边来 而是从这儿开始过去 而且要尽可能的使这个 这个双键的这个数字要最小 所以你编一幅应该是从这边开始编 而是从这边编过去 编过去 好 再看这个 再看这个 那最长的链 一二三四 这个是非常明显 而且要使得我们的双键的数量 或者说这个位置是最靠近点端的 它的数字比较最小 KD邦的话 用一个 这个location indicator 一个一来指代 这是在一上面 所以是一个一丁锡 一丁锡 你能写出一个二丁锡来吗 交给你了 好 第三个 第三个 它叫做一个二丁锡 但是这个二丁锡呢 哎 哎 好 行行 又开个东西在这 是吧 开个东西在这 那一个sys 一个trans 来自于什么 sys的话 你会发现 它们俩在双键的同一侧 双键同一侧 这两个钦在双键的同一侧 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顺势 顺势的话叫sys 而下面这个 在双键的两侧 或者说呈现一个对角线的形式 那对角线的形式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反式 所以正在顺势与反式 两种情况 而且你会发现 它们俩真的性质不一样 它们不是同一个东西 比如这里的boiling point 对吧 这个显然boiling point 还要更高一些 很高一些 而这个boiling point 还要更低一些 对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完全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顺反依构 我们的第二种 依构方式 刚才我们也谈到 我们有结构依构 是吧 结构依构 把原来直链化的东西 变成一个 加个东西 就挂到中边来 这是我们的structure 然后这种叫做 立体依构 叫做立体依构 书本上没有出现这种 这个词 它用的就是sys trans sys trans 顺法 顺法 所以它说 我们的这个甲乙丙 丙息的话 丙息的话 那你觉得它有多少种 我们也来画画看吧 丙息有多少种 一二三 然后丙息嘛 就存在一个双粘在这 存在这 那我们把它补全 这里一个碳清三 这里也有一个 清 好 那对于它来说 存不存在 说顺反呢 不存在 不存在 你说我把这两个反一下 你算是把这两个反过来 你就无非是把这个清化的上去 你把这个清化到上面去 化上面去的话 因为这两个碳 而这个碳接着两个清 是一模一样的 就算你把它换到上面去 无非就是把你 这个手中的笔 转一个圈 转个方向 因此而已 因此而已 并没有真正的 跟刚才那个有任何的不同 只是换了一下方向 那 要记住一点 就是你如果要形成顺反 必须要保证 每一个碳上 连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每个碳上 如果连的东西是相同的 比如有个碳上 连的东西 两个都是一样的 那它就不存在的顺反移构 好 再往后走 来看这 说画出它的所有的 structure和 geometric 这个东西 然后呢 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支链的情况下 有一个 有一个 没支链的这个 主链的情况 先我们来个头 汉武青石 12345 12345 那 对于它来说 对于它来说 那个双键可以往哪去 是吧 双键可以往这去 这是一种 而这种呢 就保证了 前面这地方其实是轻轻 也是轻和轻 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着顺反 也够的 我刚才说到 好 除了这个以外 还可以往哪去 这个中间去 这 还能有别的地方去吗 还有 比如说它跑这来 但是呢 跑这来跟跑这来是一样的 当你把它画这的时候 当你把它画到这的时候 其实也只是把 上面这一个呢 转了个方向 把这个东西左右的 掉了个头 掉了个头 把它左右换了个方向吧 所以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如果从这条口来说 哎 我们的双键只有两处 可以去的地方 另外点就是 放到这来之后 存不存在着 所谓 顺反一构呢 这就有了 这就有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碳 一边是接了一个碳氢3 而另外接了个氢 这边呢 接了一个碳氢 然后 碳氢2 然后碳氢3 同时呢 同时呢 这个碳 还接了 还接了一个 或者说 接了一个氢 和一个这一坨 氢和这一坨 比如说 这两个氢不是一样吗 可以 这个两个碳上 可以有一样的东西 但是每一个碳上 接的东西 是不能够一样的 这个是可以 比如这两个氢是可以一样的 但是 这个碳 必须接两个不同 这个碳 必须接两个不同 这样就存在着顺反的情况 然后 具体它叫做什么名字 我交给你自己走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个缺听方面的问题 另外就是缺听的 说一个老话题 其实我教中文时候 中文这个时候 说的问题 就是说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 就在认知 认满边 是吧 碗听 碗 西听 西 但是不要说缺听 这一块读缺 这不对的 尤其你可以去找一找 你可以找找 这个玩意儿该怎么读 这个玩意儿该怎么读 你可能去搜一下 你会发现 它跟周易上面的一个东西 有点像 所以这个就不要去读满边 最大特征 探探的一个三件问题 我刚才说到了 探探单件是饱和 双件是不饱和 三件也是不饱和 不饱和 它说 最下面的东西进行命名 进行命名 其实它的命名 总体原则 还是跟刚才的 西听是一样的 比如第一个就是个西听 那么还是找最长的链 对吧 要知道 最长链从这 也到这 也到这 好 接下来 接下来不是找支链 是找双件 找双件要最小 所以你边序号 应该是 1234567 然后呢 把支链先写出来 1234在四个位置上 有一个甲基 所以就是4 Method 数字与字母之间 是需要有一个连字号的 4Method 然后 这地方 在第二个碳上 就出现了双件了 所以是个 123467 7个 所以是have 然后在第二个上 有一个印 好 再来看这个 再来看这个 你能找到最长的键吗 最长的那个链吗 不要从这儿到这儿啊 要把这个双件含在其中啊 哪怕你只有双件的时候 不是那个好像最长的 你也得怎么办 所以最长的是 这一根 这根 稍微复制一下 那么最长的是这样过来 从哪边往哪边编呢 要使得我们的三件 叙述要最小 所以你应该是从这儿开始 12346 6 6是什么 6就是一个hex 好 再来 在第一个位置上有个他 然后就练出来 就练在第三个位置上 所以就是在第三个位置上 有一个什么 123 propo 一个三位置上有一个夹一柄饼鸡 然后propo hex sine 不过hexsine最好是 其他东西 one sign 这个东西出现在哪 出现在第一个位置上 hex 加一个one 加一个ine 那另外跟刚才那个命名原则 其实是一样的 具体的进你去看 我们的这个解析 就不一起说了 好 我们最后再来谈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化学反应 化学反应 我们再来认识几个化学反应的事 在 排期阶段期之后 我们就已经知道 比如说 双键 其实不光是双键 三键也可以 只要是不往后的 都可以使得锈水褐色 那么发生的是什么法庭 是吧 原来的双键变成了单键 断开一个键之后 连着两个锈 连着两个锈 这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我们之前学的化合反应 在初中级别学的化合反应 不过这个不叫化合 这个叫加成 叫做addition 叫做addition 具体的这个反应的一个机理 在A-level方面 其实介绍的更详细一些 因为AP不要求这个 我这里就不去说了 如果你有朋友是学A-level的话 你可以问一问他 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反应过去的 好 再来 除了可以把锈给加上去以外 我们还可以加点别的 比如氢 还可以加氢 在涅做推化剂的情况下 可以推化加氢 所以加氢 其实这个是一个还原反应 对于有机化学来说 有机化学来说 加氢 加氢 是一个还原 当然去氢 就是氧化 跟我们在有 在之前学的氢化化验反应 什么电子转移 之类的东西 不太一样 另外一点就是 在 可能中文的那个叫法里面 比如说在 有时候简化你的理解 我们有时候会这么说 这个在A-level里面 其实会说这是不对的 但是 对于不去细究 它的反应过程来说 你还是可以帮助你去 简化你的一个理解 这也是我当初的 我的化学老师教我的办法 不过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 在新时代里面 需要辨证的去看 这是一个简化版 而且是一个非常 不准确的简化版 就是要说怎么反应呢 断开这个键 断开这个键 之后呢 各出一半 这里也是 show 也是 断开这个键 断开之后 各出一半 各出一半 各出一半之后 再把这样连起来 再这样连起来 就变成我们需要的东西 其实是不对的 严格来说是不对的 根本就不是这么反应 但是如果从 不去追究 它到底细节的情况下来说 这个也就够用 也就够用 当然同样东西 你可以分析下一个 对于键化清来说 断开中间 这里也是断开 然后一个清跑这边 一个键跑这边 水 断开中间 一个清阳跑这边 一个清跑这边 换句话来说 我们可以从一个 锡听 变成纯 这实际上是工业上 纯的一个办法 锡听从哪来 是吧 锡听从哪来 从石油里面来 通过分流 通过分流 我们可以得到锡听 或者是 在经过 比如裂化或者裂解 可以得到锡听 然后通过一些反应 就可以使得它 变成我们 需要的锤了 但是我们在 初中的时候 可能你也知道 就是一个国家的 工业水平的标志 衡量一个国家 工业水平的标志 锡听的 或者说 这个乙烯的 一个产量 就因为它 是个非常重要的 化工原料 倒不是说 全部的东西 都是由乙烯来的 我们可以乙烯 转化为各种各样 其他我们需要的东西去 好 这是关于第一种 所谓 加成 那第二种 就是取代 也是非常常见的 一种反应 比如说第一个 第一个 消化反应 加一个消基上去 加个消基上去 那它其实是一个混合的酸 这个的话 你有兴趣 也可以去请教 你的血A-level的朋友 他们也学过 他们也学过 这个反应 它也是要分好几步的 其实 简单的说 我们可以把 消酸的 看成一个这个形式 看成一个这个形式 然后这个东西 后来涨到 我们的本环上去了 涨到本环上去了 然后有一个 硫酸 来作为它的碎化剂 碎化剂 同时 如果你的温度更高一些 温度更高一些 它还可以进一步的反应 进一步反应 变成二消极 变成二消极 或者你会发现 这个消极还不长在这 这个 之所以不长在这个位置 其实跟它的 稳定程度有关 稳定程度有关 这个超出我们的 有点太多了 简单的说 因为 所以A-level 你是学过一点 关于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共建 不是 叫做共振式 是吧 你学过那个regulance 如果我们去分析 它中间体的一个regulance 是可以分析得出来 长在这个位置 画的是一个更稳定的状态 或者呢 如果 我们 真的是可以长在这儿的话 长在这儿的话 它是一个相对没有那么稳定 但是也是不是说完全长不上去 不是完全长不上去 那你可以看看它的命名 是吧 怎么样去命名 总观点就是 沿着这个环来 编号 选择一个消极 作为1 那么 一路编下去 你要使得 这个消极 第二个消极 数字要越小越好 要越小越好 所以你如果从这边 往这边走呢 就跑到第6上去了 而从这边往这边走呢 就是第2 具体的 我们说了 每出现一个名字 你就可以去 分析分析 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还有就是 这地方还有三个词 是吧 一个叫做 oso oso其实是正 正 然后 当然我们没有发现 正的什么 二消极 这个本 这地方 我们把它叫做零 非常中国化的一个 像邻居一样 然后这里呢 剑 剑 它用的是个meta meta meta其实有在什么什么之后的味道 然后巴达 巴达是相对 巴达是相对 就是 对 对 好 最后一节 我们来谈一谈 关于这个 Functional Group 官能团 有时候也被称为 功能团的问题 功能团 官能团的问题 那 功能团 官能团 每个官能团 都有它自己特征的一些反应 比如说 对于 alcohol和 Pheno 他们都有 抢机 都有抢机 不过一个是纯抢机 一个是分抢机 分抢机 可能分呢 你最熟悉的是 在初中时候的一个 叫本分的家伙 对吧 本分的家伙 那 对于纯抢机来说 哎 我说了 每出现一个名字 请你去想一想 是吧 你想想 为什么叫这个 包括这地方叫ISO 你同意吗 你能看到 它是左右对称的吗 好 这里还可以 出现一种 比如说二纯的情况 One two 什么 Eason Dio 你能同意这个名字吗 好 再来 分 也就是这个抢机 是落在了哪 是连着我们的 这个 所谓 本环上的 由于说它本环上面 这个黎域派见的影响 其实会使得这个亲 更容易被脱落 所以它其实显得 一个 很弱的酸性 如果你要说 我们在这个 AP阶段学过的 最弱的酸 其实就是它 其实就是它 它会成一点点的弱酸性 还是可以跟氢氧化钠反应 变成本分钠的 当然 如果跟钠反应的话 不要说是 它跟钠反应 这个东西都可以跟钠进行反应 钠其实是可以跟蠢反应 但是如果你往蠢里面 加氢氧化钠 氧氧化钠就反应不动 因为它并不成酸性 好 再来 刚才我们谈到的 那个Glycerol 对不对 我们的甘油 甘油 你还记得我们的油脂 是甘油跟什么东西的结合吗 交给你 接下来 够麻烦的 够麻烦的 我们的有机化合物 可以是 夸张到这种地步 甚至 可能还会有些 比它更为夸张的东西 更多的一些方向 更多的一些方向 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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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小一点 希望你有本书去看着 红在这儿 红在这儿 然后呢 Aldehide 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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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的 博尔玛林 formaldehyde formaldehyde 其实就是这样 那 这里方的 这个乙权 在这里 乙权 接下来 关于 阿命 关于 安类 安类 阿命 也就是长了一个 这个德性 一个 安基 小心啊 不是什么安根 安根是长什么样 安根是长这个样子 当然严格来说 他应该多安 这个字 严格来说 应该多安 不过我也有点感兴趣 这都是谁 当初定的这些 奇奇怪怪的声调呢 是不是又是 我还以为是一些 来自于北方的专家 搞出来的 阿再往下走 下一个 MI的 MI的 先安 先安 也就是有个这个 然后呢 这边再加个这个 这地方可以是 比如说最简单的 就是长这样 这也算 这也算 或者呢 也可以是这个德性 也可以这个德性 左边连一个什么东西 右边再连一个什么东西 也可以 也可以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先安建 或者也被称为太建 是不是竟然越来越少了 或者要太建 倒下到 Aster 这个是我们在 I阶段就熟悉的事情 就不一起说 好 最后再来看两个 所谓 缩合反应 缩合反应 Condensation 其实这两个都在我们 初中阶段都是 或者说 这个I阶段都是学过的 对于它来说 要知道脱去点什么 是吧 乙酸是脱去了一个 墙基 所有的 缩脱墙基 或者是酸脱墙基 纯脱氢 纯这个 脱去一个氢 然后把两个连起来 连起来 变成乙酸移植 变成乙酸移植 其实这个 反应没有那么完全的 这地方最好 其实是打 恒力符号 而且还需要一个 这个硫酸来 作为振脱剂的 或者用磷酸也行 那除了可以跟它发生 缩脱 相机 纯脱氢以外 还可以跟它 跟什么 跟氨基 跟氨基 那比如说氨基不是 不是一个 这个吗 对 没错 没错 但是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其中的一个人 其中的一个氢 也被另外一个 这个集团给换掉了 也可以啊 也就长这个德行 这也是可以的 这个也算一个氨基 但是还是一样 这里脱掉一个氧 这里脱一个氢 最终就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我们 构成所谓 amide 所谓先安的一种 先安化的一个反应 先安的一个反应 好了 以上就是 这个单元 我想花时间来讲的东西 当然没有把它录完 当然没有把它录完 那 总体来说 这是在这部分 我到目前为止 想录的部分 行 那我们 以后如果有时间 再来补其他的内容 以后见 拜拜